以台湾茶叶文化切入的有台客与时代剧茶经 去年11月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展出 吸引不少民众参观 而戏剧虽然已经播完 但掀起的热潮不退 特展两个月涌入3万名粉丝 原来三天廉价 每天都超过2000人进场朝圣 成为花莲星星的观光景点 而该特展也确定研制2月27号迎接春节 7日将再度开展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去年11月在花莲文化创产业园区展出 以台湾茶叶文化切入的有台客与时代剧茶经 开展以来就吸引不少民众参观 虽然戏剧已经播闭 但元旦三天廉价 每天都吸引超过2000人朝圣 成为花莲星星的观光景点 其中审查室茶虎张福吉的办公桌场景 成为人气最高的景点 在这段时间其实收到非常多民众的好评 而且这个展览也是这几年来少数一个展览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而且甚至已经有人二刷或三刷 那展延的时间的话会一直到2月的27号 那中间包括像过年啊除了除夕之外 其实每天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一修馆之外都有 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其实可以去查查经的网站 或者是就是我们展览的网站 还有就是查经的粉丝专页 然后这一次的展览 它展延的过程里面 礼拜天的下午还是会有一些活动 然后我们固定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三点 都会有我个人策展人本身来帮大家做90分钟左右的 比较完整的背后的故事 还有整个策展的构思跟细节 欢迎大家在这段时间可以把握在2月底之前 带着自己或亲朋好友的朋友一起过来 然后把握这个非常经典的查经的戏剧经典场景特展 展触期间陆续邀请主要演员郭子前 许安池办理见面会 以及制作人造型指导等分享查经时代美学 让特展大受欢迎 不到两个月就有近3万名粉丝涌入 甚至还没开展就有民众已经在排队 原定展到去年12月26日 经有台争取 该特展确定延长至2月27日迎接春节 7日起将再度开展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花创园区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眼华联士报导